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雪评测 在2022年的12月份 我们频道测试了首款QD OLED显示器 三星OLED G8 23年5月也同步测试了搭载第二代QD OLED面板的三星OLED G9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搭载了第三代QD OLED面板的外型的AW2725DF 以及微星MPG271QRX 来看一下这两款2K360HzQD OLED的表现究竟如何 我们先来简单的过一面外观 两款机器的主色调都为黑色 正面左右两侧的边框因为预留了像素点 因此对比上下的边框还要略宽一些 背面都做了小背包用于放置内部元器件 并且都拥有RGB氛围灯 整体模具的材质都为工程塑料 支架都支持升降 抚养水平和垂直旋转 Visa壁挂规格均为100x100 在接口的配置方面 外星只配备了HDMI 2.0的接口 微星则配备了满数48G的HDMI 2.1接口 还拥有90W的全功能Type-C 但USB接口有阉割 上下型都是2.0的规格 外星人的USB接口为3.2 接口金融性方面 微星无论是DP还是HDMI接口 连接PC都可以支持2K360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外星人的DP接口可以支持2K360Hz的10bit HDMI接口最高只能支持2K144Hz的8bit 微星支持4K映射 因此在PS5和Xbox主机端都可以支持4K120Hz 外星人只支持2K120Hz 苹果麦克端都可以支持到2K48-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微星使用HDMI连接可以支持4K60Hz 支持HDR和High DPI点对点显示 我们再来看一下Windows端的字句显示效果 相比上一代QTO来还是有一定的提升 字体和图标边缘没有明显的毛刺感 还是有轻微的彩边现象 像素点相比于上一代也有所不同 虽然还是品质型的排列 但蓝色的像素相比于前几代明显要小得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屏幕色彩方面的表现 在出厂默认的模式下 画面还是非常的通透 没有油腻感 但两款机器的红色都出现了轻微的过宝盒 通过观察光谱我们可以看到 两款均为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454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 都属于是硬件底蓝光 实测外星人的SRGB色域容积为150.52% 微信为149.9% 分别排名色域天地榜的第25名和26名 在菜单中多预设了SRGB和P3的色域缩限 通过实测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都为99% 平均色差外星人控制在了1以内 最大色差也小于2 P3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8% 平均色差都小于1 最大色差都在2.5以内 微信还比外星人多了一个Adobe RGB色域空间 在该模式下 虽然覆盖率达到了96.4% 但四准有点要起飞的迹象了 平均1.64最大5.28 红色和蓝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 色温方面 外星人默认为6200K 微信为6300K 使用成像色图剂生成尾色图 两款机器的色温分布非常均匀 只有屏幕边缘有轻微的色温变化 表现非常不错 接着是亮度和对比度数据 两款机器在常规模式下几乎都没有ABL机制 发出亮度曲线图可以看到 外星人的亮度比微信略高 1%的APL窗口下亮度为233尼特 全频亮度为228尼特 微信的常规最高亮度只有221尼特 全频亮度为215尼特 以常规模式的最高亮度为准 它们分别排名在亮度天地榜的第163和165名 使用15公格测试它的亮度均匀度 两款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最大差值甚至都没有超过1.5% 通过3D ISO图像观察白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亮度成一整个平面 没有明显的上下浮动偏差 微信排名均匀度天地榜的第一名 外星人位列第三名 HDR亮度方面两者拉开了较大的差距 并且都存在ABL机制 在1%的白点窗口下 它们的亮度最高 外星人最高为976尼特 反共微信连900尼特都不到 实测只有872尼特 MZ5的APL窗口出现了亮度下降 此时外星人的亮度为740尼特 微信为670尼特 到了15%的白点窗口 两款机器都低于400尼特 并且随着白点窗口逐渐加大 亮度也会持续下降 直到全民窗口白点亮度分别为245尼特和222尼特 外星人排在了HDR峰值亮度天地榜的第25名 整体亮度的调校方面 外星人表现得更加激进 HDR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黑场不发光的特性 因此理论上接近无限的对比度 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QDOLED在受到不同光照强度下会出现反射现象 因此我们模拟测试了 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这两款机器的表现令我有点失望 并没有与OLEDG8拉开明显的差距 甚至还要稍弱于搭载第二代QDOLED面板的三星OLEDG9 可视角度方面 使用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OLED的可视角度几乎完全覆盖 通过肉眼实际观察也没有明显的衰减现象 频闪测试方面 两款机器都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不属于PWN调光 外星人最低频闪频率为60Hz 微星最低为144Hz 频闪的波动深度为13%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不同亮度下的SVM值 外星人和微星SVM值多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范围 输入延迟方面 1080P120Hz的信号下 外星人为5毫秒 微星为18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分别为16毫秒和25毫秒 接着我们来看下他们HDR观影方面的表现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看下他们的EOTF 首先是亮度最高的PIC1000模式 外星人的调教最为标准 全部贴合标准的PQ 微星相对保守 20到75的区间整体做压缩 从80回接开始 对亮度信息进行裁切处理 再来看一下True Black HDR400模式 双方选手的调教大相径庭 外星人在0到55的灰接 始终贴合标准的PQ 从60的灰接开始做大幅度的滚降处理 靠近80的灰接开始裁切亮部信息 反光微星 0到60的灰接做压缩 65以上的灰接选择全部裁切 这样的调教会导致高光出现过曝 接着我们来看下两款机器的实景亮度表现 首先是完美星球片园中的太阳高光场景 使用成像色度计生成伪色图 PIC1000模式下 它们的亮度分别为563和568尼特 再来看一下HDR400模式 外星人为376尼特 微星则为360尼特 需要注意的是 微星MPG271在高光场景下 出现了明显的过曝现象 这也完全印证了EOTF的表现 在海王片源也是如此 在高光场景下 微星的天空糊成了一片 HDR模式下 红色还会出现过曝盒的现象 微星的HDR调教 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接着是游戏体验和响应速度方面的表现 外星实测响应为0.362毫秒 微星为0.328毫秒 它们分别排名在响应速度天地榜的第11名和第16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外星人的BET为2.27毫秒 微星为2.24毫秒 分别排名运动响应时间天地榜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甚至已经超过了 搭载540HzTN面板的华硕PG248QP 总相机跟踪拍摄运动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拖尾现象 本体以及边缘轮廓也清晰可见 表现非常出色 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中 屏幕对比度高 画面通透艳丽 FPS等经济类游戏体验中表现非常出色 同时两款机器都配备了游戏辅助功能 微星追剧特色的则是AI Vision 为识别画面中的暗部信息进行实时提亮 外星人的则是Alan Vision中的色度功能 可以将屏幕中央区域的画面生成尾色图 在特定的场景下 画面会被高亮标记 并且在一些环境偏暗的场景 还可以充当夜市仪 这点非常不错 在菜单中两款都配备了各种防烧品机制 外星人打开菜单就可以查看它的面板健康度 微星则是在像素清理和面板刷新的基础上 还提供了静态 图标 任务栏以及边界检测 最后则是拆机环节 面板喜好为QMB265FF01-C01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驱动版 微星的主控IC采用的是联勇的NT68551 旁边还有4颗毫磅的内存颗粒 背口帮还有两颗微圣的芯片 103R用于实现全功能的90W Type-C 221Q4负责USB上下行的数据传输功能 外星人的主控IC采用的是锐域的RTD2738 USB数据传输则使用的是微星科技的5734芯片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